台积电一天用水15万吨 芯片是靠水洗出来的 在台湾台积电的用水是要优先供应的 要保证台积电不出任何问题 2021年台湾严重缺水 当年台湾为了保证台积电用水 直接大面积停掉了农田的灌溉用水 还把几个城市的用水暂时都给停了 把水全部掉给台积电 就是这么夸张 那你说造芯片为何这么耗水呢 今儿开头也提到了 芯片都是被水洗出来的 而且用来洗芯片的水还不是普通的水 是超纯水 这个水被进化到什么地步的呢 它干净到水里面没有氧气 鱼在这个超纯水里面都呼吸不了 它干净到这个水甚至它都不倒电 因为倒电的介质全部被进化过滤掉了 这是正儿八经的没有任何东西的水 是最纯的水了 因为做芯片最重要的就是要干净 任何环节都不能有杂质 不仅水很干净 它的生产车间也干净到 比手术室里面的手术台还要干净无数倍 那你说芯片为啥要水洗呢 其实芯片生产出来表面是有很多微小的杂质的 这些杂质只能用很干净的超纯水来不停的冲洗 从几十次到几百次不等 这样洗干净的芯片才能保证足够的良品率 所以我们手机里面的每一颗芯片 它曾经都耗掉了海量的水 而且是干净无比的超纯水